那我們就來上國中數學部等式 在一開始之前呢 就是在我們的電子書裡面 其實都會有很多的IP角色 就會在我們的電子書裡面 那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叫出我們的小鳥 所以這一個叫案 它其實是以我們的高雄的葉玉如老師做出來的 他說雖然我們就是都有打好字了 但我們還可以讓他來講話 所以到了我們下一個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雖然是一大片的文字 它其實都已經放進去 就是聲音 所以它其實不用讓學生出來 它可以讓我們的電腦直接幫 老師把他的教材講出來 所以在我們的這個軟體裡面呢 它是有語音的功能 可以讓他就是講出文字 那甚至是在我們裡面也有 就是沉浸式閱讀 也可以去直接 將中文翻譯成英文 我們來看一下 賽德看出貝克的困惑 好先停下來 所以這樣子一大串的中文 一大串中文 其實我們也可以利用我們的沉浸式閱讀 好 我來我來我來 你現在 你現在在幫我按嗎 對 沒有沒有你要先把它 對你要先把它弄掉 它要到編輯模式才可以 好的 好謝謝 好那我們可以在用沉浸式閱讀的當下 我們可以直接點一下 沉浸式閱讀 就進入到了就是更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我剛才有說 我們可以將中文直接翻譯成英文喔 所以我們現在點 然後選擇語言 所以我們在做雙語教學的時候 其實不會那麼的太困難 因為我們可以直接用這樣子的文本做翻譯 可以嗎 Forest 不 你要這樣子 然後呢這裡文件選擇 瞬間就直接幫你翻譯成英文 那我們來聽一下 所以老師在使用這樣子的一個文本的時候 不管是用它喜歡的還是客堂的片子珠子功的 我們都可以直接這樣子做翻譯 那你也可以 所以我英文不好 我讓電腦講給我們的實聲聽 好再一次喔 這一大串的文字要記得 它必須是用打字打出來的 或者是複製貼上 它不能是圖片 那如果你這樣子 一大串的文字 在我們的物件選單這邊 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書本的圖案 有一個書本圖案點下去就可以進到我們的沈浸式閱讀 中文直接可以翻譯成英文 好 那這個都是老師的小巧思 所以呢 從一開始的時候就是胡錦鳥 會帶著我們這個就是大嘴鱷魚 那大嘴鱷魚 他要什麼賽德 賽德跟貝克要一起進入這個村子了 叫做不等式泡泡村 然後這樣才真正要進入我們的數學課了 好 在我們的不等式 想問一下大家 什麼叫做不等式 兩邊不是等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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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什麼樣的符號 在數學裡面什麼樣的符號會告訴你 什麼是不等於 有沒有人知道 來 大魚小魚跟 其實答案就在上面了 大魚小魚跟 好 沒有錯 謝謝 就是大魚 然後小魚 小魚等於 大魚等於 這個就是不等式的符號 所以我們要跟你講說 不等於什麼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用符號來表示喔 好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課程裡 老師做的遊戲非常的好玩 學生就是 這樣子就學完了嗎 沒有 好 那我們 有時候在學這一課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 他好像在學中文 中文的奧秘阿 很難 超級無敵爆炸難 我就隨便問一下大家 有小孩子的 這有沒有 有小孩子的 有沒有已經生小孩的 有 林院長 已經生小朋友的 是不是常常在吃飯的地方 會看到說 120公分以下免費 好老師120公分以下的話 如果你的孩子120公分 收不收錢 不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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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以下是 包含的 對 所以有一些地方會寫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試試看 來拖拉一下 哪一些是大魚等於 哪一些是大魚 小魚 小魚等於呢 一定送 來試試看 餵魚 來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 不大魚 來你先抓一個 我們剛才說的 以下 有沒有以下 有以下在那裡 好來以下 以下是小魚等於 我記得 因為我剛才說的 120公分嘛 所以可以剛剛好 120公分 然後低於120公分 沒有超過 至多 至多 這時候你知道給自己一句話 至多 至多有韓對不對 對 不不不 智哥嗎 安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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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 我的錢包不足 一百塊 足夠 足夠 一百塊足夠我買 超過 超過 他現在拉得非常的順 不大魚就是 小魚等魚 不大魚就是小魚等魚 最多 最多 我最多只會帶一百塊出門 媽媽說去校外教學 最多只給我一百塊 我最多只能交到兩個朋友 最多只會給我一百塊 所以我可不可以剛剛好帶一百塊 可以 所以 所以 小魚等魚 小魚等魚 有剩魚 很難對不對 不知道是數學還是中文了 有剩魚是小魚還是等魚 有剩魚 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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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給我五百塊 我還剩下 有剩魚是小魚 我還有剩魚 所以媽媽給我的東西到底有沒有 小魚等魚吧 有沒有剩下的那個多 我剩下六十塊 有有有有 所以我帶的東西出去有沒有 小魚等魚 極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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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剩下60塊 所以我原本帶的錢 到底是剛好60 還是大魚六星 我身上有剩餘60塊 我是帶超過吧 對 好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來驗證安智哥 他的 怎麼檢查呢 這時候無線畫布就要出來了 來 兩隻手指頭我直接縮小 旁邊有一個大魚缸 請你幫我把大魚小魚拉進去這魚缸 看魚能不能在魚缸裡 來 剛才的這一些 點他最少 這樣就進到魚缸了 所以答對了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答對多少喔 答對了 答對了 你怎麼在幫他拉 這邊全對 我們來看一下 對 有可能魚跑到別的魚缸去了 來 超過 小心 超過 不小魚不對 魚缸進不去 魚缸進不去 這隻沒有進去 五村 先看五村 五村進去了 不小魚其實是大魚等魚的 好 來 這邊 對 他已經放棄了 未超過 未超過 不足 不足 可以 那未超過到底是哪裡 未超過 小魚等魚沒有錯 來 我們來看一下你最後的小魚等魚 小魚等魚 先看一下有沒有進去 是不是 哈哈 OK 好 來 謝謝 對了 我們等一下送一隻新的給 哇 小朋友 好好好 好學生貼紙 好學生貼紙 有有有有 來來來來來 好 恭喜恭喜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下一個 來到了不等式的這個村落 我們要來闖關了 你們是幾年級的 五年級 有學過不等式 知道大魚小魚嗎 大魚小魚 大魚小魚知道齁 好 那知道大魚等魚嗎 大魚等魚的符號 先確認一下大魚等魚的符號 會長在 大魚等魚符號 不在這 大魚等魚的符號 這邊消失了 好 沒關係我直接寫 大魚等魚的符號 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OK 然後小魚等魚的符號是這一個 可以齁 因為你們大魚小魚一定有學過 但是有加一個等號的 應該還沒學到 有學到嗎 沒有齁 OK 好 那這一題呢 因為變成了 就是你在現實生活上的時候 你會變成中文 那中文像媽媽都會說 來幾分是幾格 你們知不知道 六十 六十 幾分幾格 六十分 六十分是幾格 那請問六十分 我就先考考你們 先確認你們可以齁 來六十分的話 他是大於六十分 還是小於六十分 還是小於等於六十分 大於等於六十分 媽媽說請你要考幾格 是大於等於還是大於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答對了 因為剛剛好考六十分也可以 對不對 嘿 為什麼剛剛好考六十分 你那麼開心 對他好開心喔 來給你一個小貼子 好 有幾個就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 那個 指骰子 好 骰子指下去之後呢 你就要把它寫出來喔 你就要把它寫出來 來試試看你們五年期行不行喔 有沒有人要來 好來 好 小朋友來試試看 你直接用手可以齁 應該夠高 應該夠高 來點 對 點 X 再來 不足 不足 5.5 來 哪一支筆 開始寫上X X X 你就給它寫XX 寫個XX就好了 抄它就對了 我跟你講 這樣子啦 可以嗎 5.5 你跟我講不足是大於等於 不足你覺得是哪一個 從左上角拖 從左上角拖 你覺得是哪一個 你覺得是哪一個 不足是什麼 你覺得是哪一個 我身上帶的錢不足50塊 這個讓它到旁邊 咻 這個讓它到旁邊 來 你覺得是 小瑜 不足5.5塊 這樣答案對不對 這很難耶 這很難耶 你們五年級已經會國中的東西了 你們知道這是國中一年級的題目嗎 所以給它掌聲鼓勵一下 厲害厲害厲害 好來有沒有人還要再試試看 再一題 來你剛才我拿來 再一題 來 平常有沒有在學國中一年結束學 沒有 你有喔真的假的 你沒有可是你答對了對不對 好 這一個我先摔掉 來一樣我們先直頭子 是 哎呦 負二歪 這好像就真的有點難了 不小瑜多少 5.5 還是5.5 來 沒關係讓它自己寫 讓它自己寫 它感覺會寫 對它感覺很厲害 負二歪 不小瑜 什麼叫做不小瑜呢 等一下喔等一下喔 小瑜 這時候呢如果老師不確定 同學不確定 我們就再回來看一下 不小瑜它在哪一個魚缸裡面 不小瑜有沒有看到它 不小瑜在大於等於 不小瑜在大於等於的魚缸裡 所以你剛才是寫大於等於嗎 沒有它寫小瑜等於 所以我們馬上幫它換一下 大於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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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沒有 所以我們直接寫 用寫的 我們直接寫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你又寫了 大於手寫 手就是 大於等於 對 可以嗎 好大於等於 好辛苦了 來 好恭喜 再鼓勵一下 這真的蠻難的 老師 你很認真把他們帶來 要來先上那個 國中數學 先上國中數學 帶來下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 這一個的話呢 我真的不知道 要解迷宮 五年級的小朋友 能不能做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們可以 但我可以帶著你們一起做 來 不等式迷宮是這樣玩的 所以各位老師 你可以看到 就是 在我們的課堂生活中 數學課其實還蠻適合用 MyViewport來使用的 那這個是要做什麼呢 這個是等一下讓他們解題 然後來走迷宮 要走迷宮 要走迷宮 像這邊就按開始 有沒有人想幫我按開始 就很簡單 我來看 我先給那個都還沒有舉過手的 來 來來來 開始囉 來開始 你就幫我點一下 那題目就會出現了 好嘞 這個真的很難 可是我可以先教你們 有沒有人 我先問一下 有五年級的學生 真的會算這一題嗎 真的會算這一題嗎 代數應該還沒有啦 好來 這一題怎麼算呢 弟弟我告訴你 這一題 AX-5-4 他一樣就是用1項的過去 如果我把5移過來 好 我把-5移過來的話 會變成加5 所以這裡就不見了 你可以告訴我 所以AX會小於多少嗎 這裡你可以嗎 來-4的話 -4加5等於 1 1 非常好 好 所以這一題應該是 AX小於1 來 這真的蠻難的 來 AX小於1的話 請問 在他旁邊 選誰才對 要選誰才對 來 AX要小於1喔 要小於1的話 2還是-2 小於1 要小於1喔 要比1還要小喔 -2 -2 -2 我們來看一下喔 點一下 答對了 好 再來 這時候學生選錯 會發生什麼事情 碰 這邊就錯了 好 所以他必須要選到 對的地方 好 好來 這裡如果再找小朋友 我覺得難度太高 有沒有老師們要幫忙一下 老師的 有沒有後面的老師 有沒有老師要幫忙一下 老師老師 你要直接寫 好可以 -X 大於等於-3 X小於等於3 這裡非常的 高深 為什麼我一定要請老師 因為這裡有個負數 你們有看到老師寫出來的時候 是-X 大於等於-3 但是負數消失了之後 對調了 他的嘴巴要轉邊了 要轉邊 為什麼 因為來5大於4 可是-5有大於-4嗎 -5比較小喔 在負數的這邊的時候 數字越大 他越小 什麼意思 負的意思就是 然後你就去想 你欠人家錢 你欠100塊跟你欠1000塊 誰比較大 誰比較沒有錢 欠越多越沒錢 對不對 好所以在負數的那一邊 數字越大就是他越沒錢的意思 你就先這樣想 到國中的時候 會有老師會講得更好的 給你們聽 好所以這一題 X小於等於3 請問我要選哪一個 X小於等於3 請問我要選5還是-4 選5會怎麼樣啊 又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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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亂選 好然後到這裡的時候 2開始-5 有沒有人知道 可以馬上要選誰了 哎呦不對喔 副1有沒有人 有沒有 我覺得會是正的 猜猜看 沒關係 來 3 你覺得是3 我們來試試看 哎呦 你剛才心算出來的嗎 哎呦這個很厲害很聰明 有沒有貼紙 貼紙 貼紙 來 好 現在我們走下來這一題-2X-1 1還是4 我們要把它走到finish 1 我們來看看 1 哎呦 4大於2X 你剛才自己算的嗎 你看這 很認差 我剛才說你自己算的嗎 非常的酷 來 在2X 不對 X小於2 2X小於2 X小於2 X小於2 哪一個 0 試試看 哇 這太難了吧 老師直接告訴我答案吧 哈哈 這個要先乘2對不對 來這一題的話 3X加2小於4 3X加2小於4 我可以先都同乘2嗎 可以嗎 先同乘2 我都先讓他都同乘 我讓分母消失 大家有學過嗎 好我同乘以2 同乘以2 所以呢消失3X加2小於4 先都全部同乘以2 然後3X小於-6 所以3X小於-6 所以X小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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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X小於-2 你們覺得是哪一個 欸他們越來越會了欸 我覺得你們這個迷宮 他們越來越會了 越走越... 哇怎麼越來越難啦 太長了吧 好 好 所以這一題我想要直接用 拆的 直接拆了 好走 炸了 上面 不 你猜對了 這個咧 這比較簡單 這個有沒有了算 1X大於等於6 1X大於等於6 這一題X大於等於6 所以答案是6 好這個 快走到了快走到了 快點你們教我們 你們教我們 -6大於3X 還是-3呢 -2大於X 所以這裡就會是-2大於X 0小於... 大於... 為什麼有0 加6 我把5移過來了 所以這樣是-3X大於6 不就是-6 -6大於3X 所以-2大於X X要小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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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答案應該是-3 沒有錯 -3 最後答案應該就會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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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會先這樣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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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 -4 -3 -4 剛剛好等於的意思 所以呢 等一下如果你看到等於這個符號的時候 你就要先拉 時星的這個圓點 好 然後呢 複四 就是告訴你什麼東西會在複四 會在大於 會大於複四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這裡是 0跟1 這裡有數線0跟1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好 來 我要來考考五年級的小朋友了 0後面1格是多少 很好 再來 很好 再來 -3 再來 -4 所以這一顆 這一顆圓點點 它就要放在複四這邊 然後它要大於 所以大於的話 請問是要哪一個 數線 它要哪一個 它必須要大它 我們放這一個呢 行不行 這樣叫做大嗎 這樣好像比較小耶 對 非常好 所以我們要 出去 所以 這樣子就叫做 X大於等於複四的數線了 我們今天幫各位五年級的小朋友 先上了國中數學 小朋友真的很強 有沒有想要試試看的 真的假的 好 好 那就 你們兩個一起上來 等一下可以討論 這樣好不好 好 一起來試試看 來 這個比較高 讓你們用這一支點一下 再一次 有了 有了 還是要大於等於 再一次 還是大於等於 還是大於等於 你點不 我要點 好 小魚等於 然後數字換一下 小魚等於五 好 所以我現在先把我剛才寫的東西先擦掉 好 然後把這個放下來 你們覺得它的數線可以怎麼做 你要先把零跟一擺到哪裡 你等一下才會有五這個數字出來 會比較好 你的零跟一現在好像太右邊了對不對 他們真的會耶 同學說再後面 再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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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 好像有囉 他們真的是團結合作 那你這支是小魚等於是十星還是空星 五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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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這裡 好 再來你是小魚等於 你的線長什麼樣子呢 是那一個線嗎 你確定嗎 往前還是往後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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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要不要填上去 你的五 要不要寫一下數字 數字要不要寫一下 數字 好 2 3 3 4 5 所以一個小魚等於5的數線 恭喜 就畫出來了 恭喜 來你們一人一個 真的就是用這樣子一個方式 我們連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們都可以來學到就是這裡 那旁邊呢 旁邊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其實還在做一個專注力的測驗 就是他們原本是分組的一個測驗 一個像剛才兩位小朋友他們就是出來已經放好之後呢 他就會請學生放一個他喜歡的 好例如我放了大魚 好來這個很簡單這個算數學來 妹妹你還跟我一起 你還跟我一起我來示範一下這個專注力測驗怎麼做 沒有他沒有要算數學 他沒有要算數學 你看我拿了一個大魚了對不對 請你再挑其他不是大魚的圖案 然後放在我的旁邊 放在我的旁邊 對 來你過來 只要不是大魚都可以喔 好我剛才你拿了他了對不對 來請你拿這三個你選一個你喜歡的 隨便選 選一個你喜歡的 你要哪一個 好來摸他 來然後把他放在我的旁邊 OK這樣就好了 來 好來這時候呢 來有沒有人想要上來摸了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那等一下幫我把這邊填滿 但填滿有一個條件 不能有一樣的東西放在我的旁邊 我這邊放了一個大魚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再放一個大魚在這裡 不行 這樣你就失敗了 所以你必須要去看別人放了什麼 你不可以跟他一樣喔 好所以如果你還是想要放大魚可以啊 放斜的 放旁邊 可是你不可以跟我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有沒有人不專心 我已經講完規則了喔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人不專心 等一下如果看到有一個人 拿著這個東西 然後放在他這你就要怎麼樣 叮叮錯了知道嗎 好 來給你剛才沒有來玩過的 來試試看 他很開心 好快速喔 我們要越快 然後別人才會那個專注力不夠 來 來下一個 來下一個排隊 來 他過了他過了 來下一個 接著下一個 一個接著一個 一個接著一個 排隊喔排在他後面 排在他後面 我們要把這個專注力測試 趕快弄好喔 來我們看看 不可以一樣 等一下你看馬上有人 等一下 怎麼有兩個一樣的了 來先讓他移動 馬上抓到了 抓到了 這邊可以 這邊可以 還沒出來的 來排隊 還沒玩過的 你就出來排隊 來來來 對 來看看來看看 好像可以喔 可以喔 剛才還有人幫我抓到了 太棒了 這個要放在哪裡呢 好像可以 下一個 下一個 再來 可以 確定都沒有人 沒有沒有 這邊可以 再來 不行 不行 可以 越來越難了 越來越難了 對 越來越難了 可以 可以喔 可以 只剩下四個了 這裡可以 可以 剩下最後三個 等一下 兩位上來了嗎 還沒上來過 來 先讓沒有上來過的人上來 你上來啊 你上來過了 好可以 最後兩個 你看這時候你會發現後面他們要想一下了 不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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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個可不可以去下面啊 再確定一下 好像可以去下面 對不行 他可以去下面啊 那在想喔 讓他想一下 讓他想一下 想一下 好像 可以了 那最後一格 怎麼辦啊 來看誰舉最快 我數到三 一 三 你最快 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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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對了 好 謝謝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除了玩完這個椅子 還可以玩旁邊的這個專注力練習 所以這個是一個模板 老師們都可以拿去就是 拿去做使用 你現在是可以放大魚小魚 你也可以放笑臉哭臉 或者是啵啵摸 或者是國製作品 都可以再去重新設計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時間是 好 那最後 我們要來就是 送出 要嗎 再帶一個活動 再帶一個活動 好那這個的話 其實 對你們來真的蠻難的 這個其實就是來算數學 來算數學 有沒有大人們想要來試試看的 有沒有來想 老師學生 學生都上來了 老師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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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cue你耶 老師來了 老師來了 幫老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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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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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換筆 教國小的老師 會不會國中的數學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以前教國中的喔 對 3X 小於 12 X 小於 4 唉唷 好沒有錯 老師要畫數線了 老師要畫數線了 所以老師剛才都看你們學 他都知道可以怎麼畫 我們知道小於是空心還是實心 對 然後呢要小於 來給老師掌聲鼓勵一下 老師掌聲鼓勵 老師是大人 老師可以獲得一整張的貼紙 老師是大人 老師送一張的 一整張貼紙 那另外一邊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最後了 好 時間來到了 我們每一個場次最後面 要來抽出我們的7寸 手寫一金螢幕了